腓利比书 腓利比书第一章 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泰 写信给繁著腓利比 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 诸位指示 愿恩惠 平安 从神 我们的父并祝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我每逢想念你们 就感谢我的神 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 尝试欢欢喜喜的祈求 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 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我深信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 必成全这功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 原是应当的 你你们常在我心里 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 是变明证实福音的时候 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 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 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 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 我所祷告的 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 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 使你们能分别是非 做诚实无过的人 直到基督的日子 并靠着耶稣基督 结满了仁义的果子 叫荣耀称赞归于神 弟兄们 我愿意你们知道 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 以致我受的捆锁 在欲迎全军和其余的人中 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 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 多半因我受的捆锁 就笃信不疑 越发放胆传神的道 无所惧怕 有的传基督是出于极度纷争 也有的是出于好意 这一等是出于爱心 知道我是为辩明福音设立的 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 并不诚实 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 这有何妨呢 或是假意或是真心 无论怎样 基督究竟被传开了 为此我就欢喜 并且还要欢喜 因为我知道 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 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 终必叫我得救 照着我所切勿 所盼望的 没有一事叫我羞愧 只要凡事放胆 无论是生是死 总教基督在我身上 照常显大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处 但我在肉身活着 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 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 我正在两难之间 情愿离世 与基督同在 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 然而 我在肉身活着 为你们更是要紧的 我既然这样深信 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 却与你们众人同住 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 又长进又喜乐 叫你们在基督 耶稣里的欢乐 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 就越发加增 只要你们行事为人 与基督的福音相称 叫我或来见你们 或不在你们那里 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 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 站立的文 为所信的福音 齐心努力 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 这是证明他们沉沦 你们得救 都是出于神 因为你们蒙恩 不但得以信服基督 并要为他受苦 你们的征战 就与你们在我身上 从前所看见 现在所听见的一样 感谢观看